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了一个线上的问卷调查 那一路收到3月25号 那总共收了592份 那这个问卷调查 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 希望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跨境别者的处境 跨境别者在社会上的处境很少人知道 依据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在上厕所 更衣室 工作 就学 就义 保险 上街购物买衣服都可能有相当的困难 因为不敢在外上厕所 有人整天憋尿憋到生病 为了存高昂的手术费 有姐妹辛苦得到八大行业上班 也有姐妹忍受了极大的压力 用自己无法认同的男性样貌 去前置愿意当兵 有人无法入住性别友善的宿舍 导致休学 更有人被家人赶出去又找不到工作 三餐不济 或是顶不住社会的歧视不幸自杀 对跨境别者来说 光是活下去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有人在求职当中遇过被公司要求到一楼大厅上公厕 这样你到公司外解决 那就跟叫你去捷运站上厕所是一样的 言下之意是公司不需理会你上厕所的需求 你自己想办法 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性别歧视 而是根本没被当人看 因为无论任何性别只要是人都需要上厕所 那朋友听到我求职的情况都会劝我忍一忍再说 反正我到此之后一定可以取得大家的接纳 这个我知道 可是如果我屈服了 是不是就透露出一种讯息 默认跨境别可以这样被欺负 甚至公司的同事如果有两百人 发现我必须要离开公司上厕所 长久下来他们是不是就会觉得 这是对待跨境别正当的方式 我没有得到这份工作没有关系 但是我无法容忍歧视继续这样蔓延下去 我呢曾经在心肺脏的过程中被公司资钱 那公司的HR也会跟我说 希望我可以做完手术之后再来公司面试 但是如果没有工作我没有收入 我会有钱去存就是钢的手术备用 去年我生病的时候去住院 然后他们有分男病跑跟女病跑 那因为是我妈妈陪同我去 然后我妈妈认知我还是她的儿子 所以呢我在于选择病跑上 我选择男病跑穿 那我穿男病跑的关系中 我在于住院的过程中 常被医院的一些传送员 就是说欸 为什么一个女生你要来穿男病跑 然后甚至她们就在走的上次连点 就是对我来说会觉得造成一些住院上的不适 手术对我来说曾经是一条非常遥远的路 就是我走了15年 经过褐蜂的治疗我的外貌开始改变 声音的身材开始降低 然后骨子开始长出 那目前我国把性别橙质手术归类到医美 医美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手术 像割霜眼皮、龙鼻这样子 但对跨性别者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手术 因为像我们从看精神科确诊 再去精神代谢科 或者那个妮科施打荷尔蒙开始 这就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目前我国内对跨男的手术来说有分成 摘除胸部手术、摘除子宫卵巢、素肝管手术 重建人工医经手术 摘除胸部手术 约13到20万一大小额定 摘除子宫卵巢、素肝管手术 以住最便宜的病床来说大约10万左右 人工医经重建更是昂贵要55万以上 再加上因为这个手术比较复杂 住院期间可能需要请到专业的看护 出院之后要花更长的时间休养 还要负担一些生活费 我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花了这么多的金钱 才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性别 所以在此我诚恳的呼吁政府 能够将性别重置手术纳入健保 让未来的跨性别者不用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 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性别 确实在问罪里面也非常清楚的看到 有部分的人有30%的人 其实是质疑手术的安全的 这个所谓要求要强制的手术才有办法更换性别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就国际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里面 会认为它是一种酷刑 它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基准 但是又有另外一些人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场的龙二 他就很清楚地表达 对他来说 要能够用手术来修正 或者是改变自己的身体 才有办法符合他心目中的自我认同 像这样子的人其实为数也不少 但是对他们来说 要进行手术 却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在回答中我们有看到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人 是认为手术的费用实在是太过昂贵了 因此如果我们要让跨性别者 能够尽快地符合他们的性别认同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不要落入一种需要换证件 所以我就必须要有工作 可是呢因为我又没有办法换证件 所以我的外表跟我的性别就不一致 所以我又找不到工作 于是这就会变成一个落入平常线的逻辑 那我们在这次的问卷里面 有问大家的感情状态 那我们发现田达人里面有百分之五点六 是依民法结婚了 然后有二年五一是依同婚专法登记结婚了 那另外有高达三成的人 其实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是有伴侣的状态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这些跨性别的群体 很容易的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他如果要结婚的话将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依民法结婚 一种是依专法结婚 而区别的标准就是说 看他的法律性别上面 他的这个结合被当作是异性结合 还是同性结合 不过各位知道跨性别者 他的一生可能会历经就是这个所谓的transition 然后或做这个性别的变更登记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跨性别者 他可能本来跟他的配偶是用民法婚姻 来适用规范他们权利义务 那他有可能性别转换了之后 结果要适用同婚专法 所以本来可以共同收养小孩 变成不能够共同收养小孩 只可以寄亲收养自己配偶的亲生子女 也就是同婚专法的这个关于收养权利的限制 那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的荒谬 因为一个跨性别的主体 他即使经过了手术或者是这个性别变更的登记 在法律上在人格上他原来是同一个人 甚至他的配偶也是同一个人 可是他们的法律状态权利义务 国家却给予两套不同的法规 不同的权利义务内涵 因此我们呼吁应该要打破这个性别二分的框架 让同婚专法一体式用民法回归民法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如果你们没有特别我们没有特别提醒他们 没有特别告诉他们不可以 没有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可以 没有让他们知道每一个人生来就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他怎么可能不想到就亏你两句说 哎呦你好良 或者说你很变态 很多人在就学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 跟身体性别不同 更有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的人表示 在学校里曾被焉语霸的穿盘戟 有一句话说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 是啊 没有一个孩子应该在性别认同这件事情上 输在起跑点 我们应该从小就一视同仁地让他们知道 一样重要一样好 如果你生来是女生 后来你想当男生 那很棒 我也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老师 愿意一起投身性别平等教育 愿意弥补体制教育 曾经错待无数性别认同少数孩子的亏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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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